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to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制作提示框 Tooltip 咱们制作一个提示框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非常简单 第一个是Data Tango 说明咱们是一个Tooltip 咱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期 咱们做导航条的时候 这是Tab 今天不是Tab了 改这个Tooltip了 这是为了和这个PotoStrap框架中的 扎到脚本进行交互 好 再往下 是Data Placement 懂英语的朋友知道 Placement什么意思 放置 换句话说 我这个提示框 Tooltip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上面下面 左面右面 可以放 可以咱们设 好 今天咱们之前的参考网页 是这个网页 有兴趣的朋友请您参照 我觉得您如果想细学PotoStrap的话 您听我的课程之后 最好再看一下各个网页 这样您能够学的比较精细 我只是给您领进门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代码 今天的代码是在上期的基础上 进行一些修改 我现在先运行一下上期的代码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 今天是19克 然后我现在建了一个index文件 这个文件和上期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咱们看 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就是上期的内容 然后今天我做的事 大家请看 在武爱NBA的部分呢 下面有一个东部 2018年的东部冠军是凯尔特人 还是骑士呢 我想呢 在凯尔特人和骑士的地方 当我把鼠标移过来的时候呢 给我弹出一个Tooltip Tooltip 我这发音有点像日语啊 日语叫Tooltip嘛 但是非常难听嘛 所以我一般喜欢发Tooltip吧 应该是英语是Tooltip是吧 英语最近听得太少了 好咱们看看啊 咱们就在凯尔特人和骑士上面 加两个Tooltip 那咱们看一下代码该怎么写啊 这个地方 2018年东部冠军是 首先呢 这个凯尔特人 在凯尔特人的左右 咱们增加一个SpanTab 然后呢 在骑士 看这地方 骑士呢 也增加一个SpanTab 这里面写什么 几乎差不多啊 比如说 要弹出的这个Tooltip框 文字加粗 同时呢 设一个文字的前景色 然后呢 咱们弹出Tooltip这个框的内容 就是Title是什么 比如说 在凯尔特人的时候呢 弹出绿凯东部第一 在骑士的时候呢 弹出 老张没说 懂NBA的朋友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还没有完 同时 咱们这两个Span呢 还要再跟一个DataTago 就是说 我呢 要用到Bootstrap内部里面的Tooltip的 这么一个Java胶本部分的实现 然后呢 再跟上一个这个DataPlacement 这个呢 我刚才跟您说了 是放置的位置 你看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呢 卡尔特人部分呢 写了一个Top 什么意思呢 卡尔特人的Tooltip呢 在上方显示 那骑士呢 大家请看 在Bottom 在下方显示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HTML部分啊 然后因为这个Tooltip比较特殊 还需要一段Java脚本啊 大家请看 我写在了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页面加载时 自动完成 就是说呢 这个是那个 严格执行Java脚本 我以后再想再开个Java脚本课程 这是严格执行Java脚本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引用这个DataTago DataTago 也叫Tooltip的 这个属性类 然后呢 进行Tooltip的显示 大概就这么多啊 应该不是很难 咱们呢 马上把这个代码加过来 运行一下啊 首先 加上Top的这个部分啊 这应该是Top内容的部分 我能考到咱们的Top内容的部分 应该是在下面 我看啊 Top内容 这个地方 对吧 绿卡这个地方 我把它拷贝过来 因为我是这个卡尔特人球迷啊 打这个 2008年三巨头那里就一直看卡尔特人 所以我比较喜欢卡尔特人 但是提示也不错啊 所以老瞻也没输 好 然后这样考完之后呢 并不能够运行 为什么 咱们还少一段渣插脚本啊 我把渣插脚本也拷过来 考到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我这个其实还用到了这个ray的一些知识啊 SQL 以后有机会也在开个课 讲一下吧 因为现在有的朋友说 这个我不用 Pvg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渣插脚本就能够实现 包括这个HTML5就能够实现好多功能 还有CSS 我觉得还是应该掌握一下这个query吧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好 以后有机会 咱再开那个课吧 好 我现在运行 我现在这个设置完代码 咱们马上运行 要看一下效果 F5刷新 Go 大家请看 卡尔特恩骑士 这个颜色点不一样 当我把鼠标放上去之后 你看 绿凯东部第一 再放上去之后 老战没数 一个是在上方显示 一个是在下方显示 而且呢 它是自动显示 没问题吧 这个呢 是文本 是成功色 这个文本呢 是Danger 也就是骑士红吧 这个呢 是卡尔特恩绿 绿凯吗 所以颜色我搭配的 也是说明我是一个NB的内行 哈哈 好 其实不是很难啊 这就是Tooltip的显示方式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比较简单 好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这个 开安注更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